2002年,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会在媒体面前向观众展示了一份家谱,正式声明它是杨贵妃的后裔。 这一说法引起了人们的鸿沟。 现今的日本沿海山口县就有一个叫做酒津的村子。 以杨贵妃之项而闻名,这里不仅有杨贵妃的坟墓,还有杨贵妃的塑像。 更让人疑惑的是,这里的海边经常能看到从中国飘来的东西。 如果真如山口百会所说,那么杨贵妃当年或许并没有死于马维坡,竟然是逃到了日本吗? 根据日本山口县发现的两本古书记载,由于贵妃貌美,军中的主帅产生了怜悯之心,不忍心将他杀害。 于是和高丽氏密谋用侍女代替他赴死,而杨贵妃则由主帅的亲信护送逃出生天,最终到达了日本。 如果记载属实,那么在古代海上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,杨贵妃又怎么能飘扬过海,导达日本呢? 唐朝期间,中日之间的交往非常频繁,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,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浅唐使团。 而杨贵妃的侠子正是当朝的外交部长,他和浅唐使交往频繁,在杨贵妃逃过死劫之后,极有可能是日本的浅唐使帮助他逃到了日本。 君王眼面救不得,回看血泪,香祸流。 如果杨贵妃真的幸免于难,并且远渡东营,对于唐玄宗来说,或许是最好的安慰。 关注看见微信公众号女父贵妃,你就知道了。